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看完這一套歷程 我真的很想和很多家庭一起聊天 我談完一次不夠 我再談第二次 今次找了Event Sowing和潘樂潘柔一家人 一家四家 都可以和我們一起在媽媽的味道 和大家聊聊天 這個天怒歷程 其實我去年看完 我一直很想李兄姊妹族長 傳給小組長一代代傳下去 大家都看 但發覺原來有些東西 你這樣推一推 好像會去到一個位置 我發覺我那天問 有多少人看了 不是多少隻手 很多都是第一次看的 我真的很感恩 最後我們現在在疫情比較舒緩的時候 可以一起看CN座看這套電影 我不知道你們看完 回家有沒有聊天 到電影有沒有給你們影響 都有 最小的先說吧 歡悠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就是那個 那個憂鬱痰 就是因為那個憂鬱痰 就可以讓我反映到 自己是不是那個善變 是 就會遇到一些挫折 就是一沉下去 就立刻離開那條道路 就不繼續走下去 就提醒自己要好像基督徒那樣 繼續尋求幫助 繼續走下去 你很怕整身來臨 哈哈哈哈 沒有潔癖 哈哈哈哈 是 有鬱痰 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很需要同伴幫助 很需要有人 在身邊 很需要神及時的出手救你 是 是 是 那樂呢 我覺得是整個 整套 整套 很搞笑的 基督徒每次都以為自己找到終點 找到到了到了 原來又有更難的關係前面 然後每次都很… 但是每次我覺得很深刻的一句就是 他說每次… 他說什麼… 那個… 軍王都是會來幫他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真實的 可能很多時候 那時候我… 不知道怎麼走呢 的時候 或者有很多… 挫敗 有什麼信心的事 那… 耶穌就會出手 可能透過那些事 或者跟我說話 這樣… 他就會… 救你出來 永遠都不會令你失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真實 在基督徒的生命裏面 對我都很有感覺 是 我… 其實我應該之前看過 但是那時候 我覺得這套電影 這個天路歷程 其實不同時間看 那個感覺不同 是真的 以前又覺得 看完好像 是的 基督徒是這樣的 是… 但是當你有些經歷 特別你跌倒過 你走叉過 你再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 很多片段都提醒 是 特別有一句我很深刻的 就是 當… 當基督徒找不到這條路的時候 有個人提醒他 就說 你當你… 你透過你的淚水 其實你會反而看得清一點 然後你就開始… 他哭著 看著畫面就清了 我覺得其實 這個淚水代表什麼 淚水代表你不行 淚水代表你負血概 對 當你願意站在這個位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條路 還有 我跟潘樂有些相似的 就是覺得 走這條路 經常以為自己到 但每個人都在問你 即是在給你意見 好像個個都好人 但有些是怎樣 好人 有些是對的 但怎樣才知道 走這條路 其實當你走叉了 你願意知道自己 我…我…我…我驕傲 我貪心 當你認錯的時候 又會有人幫你 當你願意求助的時候 神也會幫你 我覺得捉著你兩點很重要 你願意… 是… 願意尋求幫助 是… 其實你會走這條路 是… 我覺得這個提醒是… 是…是…是… 是…是… 是… 很需要讓我自己知道 是… 我想我們人呢… 就是… 很容易眼睛模糊 嗯… 眼睛蒙蔽 嗯… 不知為何呢 我們… 即是看電影 我們就看電影 我們便會覺得 啊…你看看 這個人又走錯了 那個人又走錯了 那人又走錯了 真的為何呢 這麼清楚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叫當局者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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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是不可以自誇的 是… 在這部電影 即是…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感覺 真是… 說要很謙卑 要很有神的恩典 給我們真是 在每一個的處境 我們其實都看見 是… 那個真神是怎樣 因為很多事都很… 很無閉 是… 好像給你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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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世界仍然好美好 但其實… 危機… 嗯… 嗯… 是吧 是… 我自己有兩點其實很深刻 的 第一個就是那個律法山 即是… 即是我覺得他去到的時候 已經那麼多… 這麼多優惠要來手 但其實… 是做不到的 即是永遠都爬不到上 我以前也是一个好律法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天主教 一路信了耶稣之后 都会觉得很多规条 我要做好要乖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但其实我发现我永远做不到 甚至有一幕他就一直说 律法又会删除了几条 我发现真的很真实 当你以为守律法可以得救 可以自由 可以放下它的重担 但是越来越大重担 越来越大 只是会越来越辛苦 真的活不到自由 信仰就是在生命里走出来 不是靠着你 我要守律法去做 这是第一点 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真的信仰的路不是靠律法 不是你可以守到什么 没有事可以夸口 第二就是基督徒很放不下家人 他说他一直很挂心家人 但是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当他凭着信心一路走 你就是这样跟 你就是这样走的时候 其实到头来他自己的足跡 其实他的信 其实是会感动到他家人 总有一天他家人 就是醒觉了 就是知道这条路 我也要寻求了 就是要信心和教堂 是的 这一刻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 是的 我那天完了 我也跟大家说 其实走这条路 爸爸不可以代替女儿 他很疼你 是的 都没有办法 他都要自己走 都要自己走 都要自己做决定 是的 是的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 原来跟神的关系 都是父与子的关系 嗯 神没有孙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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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没有孙的 所以是我们跟神 很个人的关系 嗯 我们每个人都要作这个决定 而当这个基督徒呢 他要写下他的家人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的 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 相信了主 我们都被考验了 嗯 有些人甚至说 哎呀 我如果我的妈妈上不到天堂 我也不相信了 我也不哭了 嗯 我觉得这个会很可惜 嗯 其实这个电影提醒我们 就是 你只管相信 嗯 嗯 是 是 是 一个人信耶稣 全家得救 谁负责呢 不是我们负责 是 是神自己负责 你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神才知道 你不信 你就自己不走 你不走 你的家人 也看不到路 如何走 是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 那天 我们可以一家人 一家人 在那里看这部电影 我相信 这部电影 要继续对我们说话 甚至 这个基督徒的太太 她的子女 究竟他们之后 作了什么选择呢 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继续 划下去 是 是 大家会不会很期待呢 我相信 很快 大家会看到的了 买个光子先 OK 拜拜